大家好,我是李晓妍Margaret 今日同大家介绍新股2540洛斯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公开发售日期是2024年2月29日至2024年3月5日 暗盘日是3月7日,上市日是3月8日 保证人是华星资本 招股价是1.1港元至1.5港元 每手股数2500股 一手入场费约3787.82港元 集资规模约13.75亿至18.75亿元 如果成功上市,市值大约5.5亿至7.5亿元 公司简介方面,洛斯集团是中国的移动广告服务供应商 主要是向客户提供全面的移动广告服务 在媒体伙伴营运的媒体平台上推广他们的品牌、产品和服务 公司的服务包括移动营销计划、流量获取、广告素材制作、广告投放、广告优化、广告活动管理和广告分发 公司打算优化移动广告的宣传效果和尽量增加对目标移动用户的曝光率 以达到客户的营销目标和提高投资回报率 公司可以向客户提供全面的移动广告解决方案服务和一个或多个类似的服务 例如广告素材制作、广告优化和广告分发、满足不同的需求 洛斯集团服务了15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客户 包括中国科技和互联网服务、金融服务和游戏行业 公司业务方面 公司的移动广告服务主要包括移动广告解决方案服务和广告分发服务 公司的移动广告解决方案服务包括移动营销计划 广告素材制作、流量获取、广告投放、广告优化、广告活动管理和广告分发 而广告分发服务是以独立服务形式提供 包括购买广告空间和广告分发 综合选益和其他全面收益表概要方面 公司截至2023年9月30日子的9个月收入是4.97亿元 公司2022年全年的收入是4.93亿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子的9个月公司录得无利0.77亿元 按分部划分的收入和无利明势方面 截至2023年9月30日子9个月的移动广告解决方案服务收入是4.77亿元 占总收入的96% 广告分发服务收入是0.20亿元 占总收入的4% 公司的收益由截至2022年9月30日子的9个月的3.26亿元 增加到截至2023年9月30日子的9个月的4.77亿元 同比增加46% 在未来的计划和所得款项用途方面 公司计划将约40%用在扩大客户基础和广告分发网络 扩展在中国的移动广告业务 包括约30%将用在编支给供应商预付款项 推动移动广告业务的旷冲 约6%将在扩大广告分发网络的时候 用在向媒体平台支付可退还的按金 约4%将用在增聘销售和营销团队 和媒体平台管理团队的人员 扩大营运 支持公司持续增长 约20%用在提升公司的短视频制作能力 包括约8%将用在矿展制作基地去中国的长沙 约8%将用在增聘员工 壮大内容制作团队 约4%将用在引入新设备和软件 提升我们的制作质量 约20%用在优化和升级自家开发平台的功能 包括约9.5%将用在卫平台开发新功能 自己用 和委屏独立协力厂商升级系统 约8%将用在卫平台开发新功能 给外部用 和委屏独立协力厂商升级系统 约2.5%将用在壮大资讯科技团队 维护和提升平台 约10%将用在在时机来的时候 为中国或者海外市场的广告 和营销行业的任何并购机会提供资金 和约10%用在营运资金 和一般企业用途 从投资角度看 新股过门比尔540乐斯集团有限公司三星评价 移动广告在线上广告行业的领先优势很大 根据艾瑞咨询报告 按广告整体的帐单计 中国的移动广告行业市场规模 由2018年的约人民币3660亿元增加 至2022年约人民币8950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约为25% 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约人民币14,070亿元 因应移动装置的普及同用户在不同媒体平台之间的转换模式 移动广告的比例在线上广告市场中逐渐增加 2022年 移动广告行业占中国线上广告市场的比例 约为88.9% 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约87.8% 洛斯集团在这个行业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与中国的领先媒体平台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 他们内部的内容制作团队 可以为客户提供 调新订造和全面的广告解决方案 不过 公司都面临一定的风险 例如过度依赖阿里巴巴集团的移动广告投放和激烈的行业竞争等问题 从投机的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比尔540洛斯集团有限公司三星 公司近三年的利润持续增长 截至2023年9月30日的9个月收入同比增长46% 公司预计2023年的业绩会有好消息 纵上所述 建议以现金方式认究 我是证监会持牌人士李晓妍 以上只在我个人的意见 不構成买卖邀约 辛苦新玩法啦 融资零利息 有仓底免入按金 开户奖赏一万元 详情看回费纳证券网页啦 有仓底免入按钮的按钮 有仓底免入按钮